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换一套 再换 再换一套 我很好奇啊 少帅 你完全没有公事要处理的吗 像挑选婚纱配饰这种小事 我自己可以做好的 守着你 就是我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怎么 他我跑了 少帅不是认为我是代驾过来的吗 我没有跑的理由 你很聪明 聪明 意味着不可控的变量 我不喜欢变量 少帅 你也认为我 你也订得不认为我 你也认为我无法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吗 你还觉得你有胆识跟我斗吗 你为了大小姐 不能爬 你想干吗 放了他 别忘了我们的约点 赶紧走了 四娘是又犯什么病了 有这么跟你家里长辈说话的吗 究竟怎么回事 四娘 他误会我拿了大帅的文件 少帅怕是不知道 自己取了个细作过门 此次你也真必处 那就多谢侯师长了 我和四娘说得也清楚 倾下想要的只有钱 等侯师长您执掌洪州的那一天 我们沈家可就全仰照您侯师长 老婆 侯大帅了 我的夫人没有受伤 自然是徐瑾 少废话 你这 我来开这枪 夏天 此行你去南方 是因为我对你下了驱逐礼物 要拥抱的话 我给你 怎么 你是觉得我抢走 沈少爷送你的礼物 还令人讨厌吗 这只是二少爷的一片心意 干嘛这么小气啊 心意 心意是吧 我等你回来呢 就想好好跟你道个面 小蝶 你别干傻事 是大帅害死的大小姐 与你好好到晚面 我也可以安心的走 小蝶 只有我与大帅 会葬身 在这火海里 小小的丫鬟 暗中成为了整个沈家的顶梁珠 第一次当少帅夫人 也得多见谅 你也真虚伪至极 害死小姐 他必须 你明知道我的身份 却上演了一出提亲的戏码 我开始对你感兴趣了 帮我除掉一个人 是 我真的没得选 希望你好好地活下去 我不恨你是真的 我讨厌强是真的 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你 这是最真实的 沈老爷 晚辈实际上有个不情之情 前讲 晚辈想让沈大小姐 先行住进涅府 不知沈大小姐 意想如何 宣章 是军阀里的人 你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 哪有新娘未过门 就住进婆家的县里 婚礼应该尽快筹备妥当 所有事项 均由我和青夏小姐商议决定 你有意见吗 我当然有意见 佳姐的婚姻大师 得遗循祖宗制 可由不得你这个少帅伙 沈家二少爷是吗 这里还轮不到你发表一声 这里是沈家 不是你的少帅伙 整个红城 都是我的少帅伙 是小姐的 大小姐 我说是小姐 你不得了 我说是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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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谢谢大家